我想在這裡聲明幾點 政治的追殺及寒沙攝影 已經對我進行人格的摧毀 為了捍衛清白及顧全政治大局 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蘭立委選舉 讓黨更有空間對宜蘭重新來佈局 我自認沒有對不起從政之路上的前輩 支持及家人朋友 我對詐騙的行為同樣深惡痛絕 並且對於無端減入的這件事情 對社會大眾家人以及支持者所造成的困擾 深感抱歉也深感愧疚 我在此在世深深一極功 跟大家致歉 有人問我為什麼這麼快就要退出這場選舉 我跟大家誠實的報告 退出此次的選舉 是我捍衛清白的開始 因為政治是一時的 做人是一世的 我的清白無價也將事實捍衛 這個決定對我家人 對我個人都是非常的沉重 但卻是必要的決定 我比任何人都盼望真相能夠早日水落石出 也希望不法之徒都被神之以法 我在此也呼籲 相關人士都應該全力配合檢調的調查 讓所有受害者都能夠得到公平正義 這個就是我希望不管什麼樣大家質疑的部分 都請檢調單位盡速誤網誤重來查明事實 就我所知道不是派系 這次宜人縣沒有出選 大家都支持我 所以我很感謝這麼多的黨同志支持我 所以我希望一切還是要交友司法來查明 我在昨天晚上已經領外稿的時候 才跟主席報告 我決定退選 我希望主席能夠原諒我 沒辦法在這場選舉跟他並進作戰